有安靜的時候 就叫他去做就對了 他什麼都跟人家講 譬如說房間電話來 他拿起來看人家繞英文 然後繞一半他自己講不出來 人家對方跟他說 其實我們在澳門是可以講鼓鼓的 因為他跟人家說 所以有時候去旅行很小安靜 對啊 放鬆 而且有時候最怕也是身體部署 或是水準的 對 這個很麻煩 那妳就絕對想不到 我連身體不適的時候都可以痛 真的妳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還是可以痛 我剛剛這事情就發生在我 大概我想想看 這是7年前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去印度 連續去了好多年 然後那一年是 你們知道7年前 應該還沒有所謂A流這個名詞 對不對 那時候是剛什麼 最近幾年 對 然後那是剛剛H1N1的第一年 H1N1我在這裡跟他打 講一個未叫小常識 H幾N幾就統稱是A流 可是一開始只有H1N1 所以就是你聽到H1N1 你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那我那一年去印度 好死不死那個城市就有H1N1 但是我們其實去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然後我們只覺得瑜伽學校 那些人不見了 就是他不見了 就是會不見一個禮拜 因為同學很少 隔離 對 就會請假 一定會一個禮拜後再回來 然後隔兩天 因為不見一些人 最後隔一個禮拜就不見我 他那個感覺 就是因為以前是 六 七年前才剛開始有流感 所以你沒得過 你不知道那個流感的感覺 就睡到一半 你出來覺得冒汗 發燒 我真的覺得卡到贏 我真的超怕 我一個人在印度 症狀滿像的 沒有 我那時候很正常 沒有沒有 就是你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真的很高 會不會現在還在卡 沒有 所以才會關閉好不好 很久 沒有 我告訴你 那時候真的 整個狀態 你在異鄉的時候 你一身病 你就是會放大 因為你會覺得你會不會客死異鄉 我那時候聯誼 我就晚上跟我同學 打話給我印度同學說 你一定要帶我去看醫生 我說因為 我說我媽媽 因為我打話給我媽媽 他說印度有一個什麼病 叫H1N1 聽說台灣現在也有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連夜 帶我去印度的醫院 可是是一個真的 很時尚 是時尚 西衣 不是你們想的那種 時尚的 時尚的西衣 就是一個 現代感的醫院 現代感 一進去 開始跳台語 來… 好熟 來… 我就太… 好時尚 我就是怕你誤會 我跟妳講就是那種 穿白色袍子西衣 還有聽整器 印度電影都要來一段 很現代 很現代… 現代…好不好 可是你不相信 從那個醫生的嘴裡 跟我的對話非常的詭異 我就跟他說 我 我就用英文講 我說我會死嗎 他回答我什麼你知道嗎 對 很快 Soon No Maybe 然後Maybe這種話 你就會覺得 對 你們怎麼會想到Soon跟你 因為他是講No 因為醫生是安慰你的 還是看到我的臉 就Yes呢 不能 然後他講Maybe 我就開始怕 我說Why 他說 然後他就開始用英文說 人都會死 那個意思是一個真假的 對不對 重點不是你這一生 而是在你的來勢 Don't care 就是Don't care這些這樣 後來我就說 他只要講一個更清楚的 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 可是他說Maybe今天 他就說很難說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我要走了 他就說你給我開一點藥 他給我開什麼藥 當時因為六七年前對不對 他有開花草茶耶 真的 真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給你開一些花草茶 喝一喝就好了 可是他是一個穿 就是西醫診所耶 不是那種你知道阿裕廢土耶 他就說這種東西不需要藥 你就是喝花草茶 你去隔壁就是 是這一杯嗎 對 喝喝看 有沒有感覺 升天的感覺 七年前的 對 七年前先不要好了 那必須是我帶來 你這個放了七年嗎 沒有 所以我只是舉例像這種 花草 花草 可是那一次之後 我真的感覺到生死交官 你這個很 要有豆蔻 肉桂那種味道 它炭香很像在喝香水 那麼香喔 你要不要喝 我絕對不喝 這個是羊羹之隔壁 反正它就是有那種花草茶 拜託你喝一口看看 好飄 你要泡菜有沒有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 然後 泡了三百 它也像是卡道英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 一進飯店之後 然後他就說它整個很不舒服 然後就是很不舒服 那是這些 也是流感 飯店有什麼問題 不是 然後我就說 那你是哪裡不舒服 他說說不出來 結果後來呢